今天下午 代省长冯飞召开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海南近期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听取了海南近期疫情防控重点工作汇报 就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讨论 部署下一步工作 冯飞要求 要认清新形势 切实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 增强临战意识 要把准新要求 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部署 充分认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对可能出现的疫情防控漏洞再排查 防控重点再加固 防控要求再落实 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利 严肃追责问责 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 要拿出新行动 切实抓好疫情防控措施 提高疫情风险研判和处置能力 优化应急预案和各项配套工作方案 严格把好入穷关口 严防偷私度 坚持人物病防 守好社区 发热门诊 流行病学调查三道防线 不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要用好新手段 按照保障重点应接进阶原则 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要做好宣传 切实提升百姓防控意识 按照最新防控要求 加强科普宣传 健全信息发布机制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网络参加会议